大家好,欢迎收看发现美味时刻,我是杨阳 最近中国优秀的传统美食北京烤鸭走红美国 成为美国饮食界的宠儿了 其一是在纽约曼哈顿正式开张迎客的北京烤鸭店 很多美国人吃了以后赞不绝口 纷纷发在社交媒体炫耀 爆红之后呢,短短两小时内2500只烤鸭就被预定一空了 座位已经预约至2018年2月 当然啦,就算你定了座位,却还要花98美元才能去品尝一套地道的烤鸭 虽然风靡呢,但是美国人对烤鸭的吃法认识显然不足了 他们只是喜欢使用沙拉酱 却不知道我国北京烤鸭传统的三大吃法 那哪三种吃法呢? 第一种,斩白糖 第二种,甜面酱加葱条 可配黄瓜、萝卜条 用筷子调一点甜面酱 抹在荷叶饼上,放几片烤鸭盖子上面 再放上几根葱条、黄瓜条或者萝卜条 将荷叶饼卷起 美味无比啊 第三种,蒜泥加甜面酱 蒜泥可以解油腻 将片好的烤鸭蘸着蒜泥甜面酱吃 在咸香中更增添了一丝辣意 风味独特了 只有结合中国传统吃法才能吃出烤鸭的正宗味道 不过呀,单吃烤鸭美国人已经垂涎三尺了 很多吃过烤鸭的美国吃货纷纷表示好吃到爆 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种美味 真后悔没能够早接触几年 比汉堡强一万倍等等 许多在社交网站留言要求加大产量 吃不到就太遗憾了 好啦,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我们继续发现美味时刻